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花痴小妹 我是花姐 本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东西 是我的粉丝送的哟 给大家看看这是啥呢 有认识的吗 这位粉丝说呀 这可是他们家乡的特产呢 他叫莲蓬 看看 他绿绿的多新鲜呀 感觉是刚才再回来就寄给我的呢 我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来尝一下 看看莲蓬 是什么味道的 噔噔 啊你看 这莲蓬啊 中间啊有一个个小洞洞 里面都长满了莲子 我要把它剥开了哟 哎呀 看 剥开是这个样子的 哎 哇 看 圆鼓鼓的颗粒非常的饱满 嗯 咬起来还脆脆的呢 嗯 它这个芯啊 有一点点苦 大家都知道 莲蓬是从哪儿长出来的呀 是从莲花的芯里面慢慢的长出来的 嗯 莲花凋谢了之后就长出了莲蓬 莲蓬里面就长出了莲子 莲子里面为什么苦呢 给大家揭秘 大家看看 莲子是这个样子的 褪去了绿绿的皮 哇 看 看到莲鲜了没有 嗯 好脆啊 还甜甜的呢 感觉特新鲜 特好吃 这个莲鲜啊 可以掰下来 它可是一味中药呢 可以把它晒干的泡水和轻火去毒 特别的好 嗯 中间那个芯儿苦的就是它 但是呢 因为它功效特别好 所以人们呀 不要排斥的 一定要多吃哦 嗯 哎呀 单独吃有点苦 得混合的一起吃才好呢 再来一颗 感觉它有没有像一个小蒜盘珠子 一颗一颗的 我呢 比较喜欢从中间开始咬 你看刚好这样咬成两瓣 嗯 一挤就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的快 嗯 你们学会了吗 没有学会 要不要我再教你一个呢 咬中间 成了两瓣 快吧 嗯 你们学会了吧 我猜 哇 这个好大呀 你们有没有觉得它这个形状 像浴室里面的 花伞呢 嗯 像不像洗澡的那个呢 很像吧 哇 再想想吧 它这样子还像我们小兽捅过的 马蜂哦 有没有 不过呢 它里面住的不是蜜蜂 而是莲子哦 哇 忍不住还想吃一个呢 吃着吃着 我这灵感就来 想听 小时候我们学过的那诗句 最吸小儿无赖 吸头握拨脸蓬 是不是这么个感觉呀 好了 那我们本期好吃的脸蓬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